最近,就在很多人被吴敦和他父亲超高颜值所吸引时,也有人在同一当节目中,被向左和向太两个人折服了,实际上向左同样有着耐看的高颜值,而且同样是继承了父亲向左的强大经营,父子俩都是身强体壮,非常能打,不过节目中向华强并没有现身,陪向左一起参加节目的是向太。 在节目一开始,向左向大家介绍自己的母亲,称在自己的印象中,妈妈瞎猫头鹰,这一下,也让很多人诧异,毕竟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,猫头鹰并不是什么好鸟,向太一开始并没有理解儿子,有些老伙的对着儿子挥了一下手,但是随后向左对大家的解释,让人恍然大悟,原来妈妈在他的心目中这么重要, 向左表示,其实这三个字,每一个都有解释,首先是猫,猫是很有灵性的,而且生命力也很顽强,妈妈这么多年一直支持爸爸的事业,向华强打拼出一片天的离不开向太的帮助,因此,这样的女强人妈妈,很是拥有猫的特性。 至于头,向左表示自己的头很大,其实是移开了妈妈,而头大的人很聪明,所以妈妈也是非常聪明的,这就是头的解释,对于这个解释,看得出来像太还是很满意的。 最后就是鹰了,向左解释到妈妈的眼睛非常敏锐,特别犀利,就像鹰一样,而且自己也觉得妈妈的眼睛特别漂亮。 看到这里相信大家都明白了,原来猫头鹰还有这样一番解释。 像太对于这些说法,看起来了也是很认可,因此小的合不拢嘴。 而小翠看到这样的消息,也转发并问向左,表示向左是一个非常尊敬父母长辈的人,是个很好的孩子。 小翠是一个很严肃很认真的人,要得到他的任何还是很不容易的。 然而这次小翠夸赞向左,也是在从侧面夸奖向华强和向太教词有方。 而向左虽然是富二代同时也是新二代,却一直很低调,健身,拍戏,参加综艺都是彬彬有礼。 大受好评的,相信性格如此之好的向左,未来了一定能拥有更好发展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